大家好,又是我吾哥 快到新年假期了 放兩天假期,還有九天假期 大家有沒有想到去哪裡玩呢? 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下網上買機票或者酒店的網站 最近和朋友聊天,他在外國 在澳洲,是用Google Flight 我都不知道在Google,除了財經、新聞 原來做這個Flight 即是幫你找航班資料 找預訂機票等等 他告訴我,原來有這樣的東西 我當然有扣之欲,當然會扮演 試試用它來做一些搜尋 第一個版面是這樣的,OK的 Google 頭版通常都是簡單單的 我試試搜尋,如果我2月1日到2月10日去東京 讓我找到,都很快的 搜尋出來的結果都不錯,很快 排列都不錯 Filtering 、searching 、分類都做得不錯 都簡單、直接、不易明 我其中有找他來和另一間網站 Xpedia 比較一下 大家看到有點不同 這個就是經 Xpedia 出來的 看到HKExpress Xpedia 有9.4 出發 7千多元 但是,如果由Google 搜尋出來 有點不同 2個航班都跟Xpedia一樣 但價錢就有些出入了 所以這個就是帶出 如果大家經過網上酒店 應該都有經驗的 其實差不多各個網站 都有自己的價錢 有些可以直接比較 例如這個 駕駛航班 你就可以 2個航班做比較 但有些可能會加上酒店 或其他租車服務 各類 比較難做比較 這些是他們的策略 所以我通常 預約機票都會價價 大家都會 不過又說回現在 預約酒店 機票和近時不同 我們很早的年代 就經旅遊公司訂 不過這些很久 我們那時經旅遊公司訂 都算簡單直接 因為那些銷售才會幫你 搞定機票和酒店 但是 不好處 其實選擇比較麻煩 可能你說日子 然後他就給你幾個選擇 其他幾個選擇 那就要選擇 到後期去到互聯網 當然方便 很多東西就很自主 自己選擇哪間航空公司 哪個日期 什麼時候飛什麼時候回 都沒有問題 我其實都多數 其實我真的很久沒有去旅遊公司 因為一來我自家 即是自助遊 都不會參加旅遊公司 都是喜歡那種 探險的旅遊方式 即是自己找了想去的地點 都不會 晨這麼早就要起來 那些舒舒服 自己去探世界旅行 跟五嫂子買下東西 吃下東西 那種類 所以沒什麼需要 裝飲料團 因此都沒有什麼需要 幫助旅遊公司 不過如果有人 可以說一下 為什麼 可能有些人很喜歡 幫助旅遊公司 都不定 因為我都可能 有點貼節 不知道現在 旅遊公司 有些特別好處 都不定 如果有 不妨大家留言告訴我 所以我現在多數都是靠網站 搞定 講回這裡 這個Google 都可以參考一下 所以給我多一個選擇 未來 找機票 和酒店 我都會在這裏 做一做格價 講回 Sooji 其實Sooji 我都不知道 因為近來我沒有什麼 留意這間公司 我近幾年前 其實我很喜歡 經過Sooji 訂機票 因為我覺得 它做得很好 因為當年都沒有流行 Sooji 或者Borking.com 那些 Sooji 真的做得不錯 介面做得好 搜尋出來的機票 又真的隔了價 似乎是挺便宜的 所以我都幫助了很多次 原來 已經出現問題 而且我上去網站 應該都是死死地 應該都是不行的 當然它自己不承認 又說 自己網站upgrade 如果做Wedmaster upgrade到網站 死了 我都很讚賞這個人 做得那麼好 upgrade到網站死了 這個不管 人家公司的問題 所以 原來有人懷疑 它已經失敗了 Sooji 應該都是面臨倒閉的危險 再追查原來 它16年被海航集團收購了 如果大家知道海航的陰謀都明白了 這個都不說那麼多了 所以 在網上訂東西 有時是有些危險的 真是倒閉了 你都不知道去哪裡 可以追回你錢 聽說 旅遊本公司都不會 在網上訂機票 那些 大家要小心 那 今天先說到這麼多 我只是看到新聞 發給大家聽 明天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